南部热带雨林一艘普通的货船上 毒霄大佬正准备进行一场秘密的交易 眼看临近交易时间 对方却迟迟不现身 这让毒霄等得有些焦急 就在这时 卧底警察大壮驾驶摩托车 从岸边冲出来落在游艇上 接着下车将一包毒品交给毒霄 没想到就在他要离开时 大壮的警员证意外掉在地上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大壮试图打马慧眼将这事忽悠过去 可毒霄也不是傻子 直接举枪要干掉大壮 危机时刻 男主巴特驾驶快艇从水下钻出来 两枪解决掉毒霄救下大壮 虽然眼前的敌人被消灭 但周围更多毒霄蜂拥而至赶了过来 大战一触即发 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巴特直接驾驶快艇朝毒霄撞过去 毒霄见状对着巴特疯狂射击 却被巴特轻松躲过 随后巴特结果掉这些毒霄 成功完成任务 刚回到警局 巴特就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在开会时 女警员纳利向大家讲述案情 最近有一个神偷 在火车上伪装成贵族夫人 将车厢里价值不菲的 贵族王冠给偷走了 后来通过调查得知 这名神偷名叫雅丽安 专门偷一些珍贵罕见 价值连城的宝贝 这个人擅长伪装 是一个善于利用高科技的国际罐偷 他来无营去无踪 直到现在警方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捕捉到 但雅丽安在每次偷到完后 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个证明其身份的字母 A铁片 可谓是极其嚣张 随后安娜表示 现在首要任务是查出 雅丽安的下一步偷盗计划 提前布下陷阱等他上钩 可是根据现有线索来看 雅丽安都是随机偷盗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时 巴特从他遗留现场的标志中发现线索 在将雅丽安以前作案地点连接起来以后 他发现地图上呈现出一个字母A 现在为了完整这个A 就必须要穿过孟买 所以雅丽安下一步计划就在孟买 之后巴特还从雅丽安以前的作案时间中发现规律 成功找到他下一次的具体作案时间 一得到作案时间和地点 巴特便立马带着警员前往孟买 保护那里最珍贵的两件宝物 一个是古代王后佩戴过的顶级项链 另一个是价值连城的钻石 而雅丽安这边果然如巴特猜想一般 来到孟买准备偷到博物馆存放的钻石 在对博物馆进行裁点以后 他发现存放钻石的房间戒备十分森严 保安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看守 一点空档都没有 而且房间里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 但这难不住雅丽安 他制定了详细计划跟逃跑路线 为了顺利拿到钻石 雅丽安特意制造出一辆微型遥控小车 帮助他偷走钻石 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雅丽安开始行动了 博物馆周围不满警察 他直接选择从下水道潜入到厕所里 接着在身上涂满白色颜料 将自己伪装成雕塑的模样 站在墙壁的雕塑附近 与其融为一体 在确定没被守卫发现后 他便操控遥控小车 沿地板上的黑色花纹 慢慢朝着钻石前进 就这样 雅丽安在守卫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钻石偷走 为了暂时不被发现 雅丽安还用3D投影仪 射出一个假钻石 与此同时 巴特他们来到孟买后 立即兵分两路 巴特跟安娜保护项链 而大壮则来到博物馆 保护钻石 随后巴特在跟工作人员闲聊时 得知这条项链 丢失了中间的一块宝石 听到这话 巴特突然意识到 雅丽安的计划是偷取钻石 因为雅丽安只偷完美的东西 于是他急忙开车前往博物馆 同时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壮 刚挂断电话 大壮竟意外撞上一名 白发苍苍的清洁工 他忽然觉察出不对劲 因为这里已经取消清洁工的轮班 所以这个清洁工肯定有问题 大壮将它拦下来进行检查 其实这个清洁工正是雅丽安伪装的 既然行踪暴露 他便一边配合工作 一边悄悄按下藏在身上的红色按钮 接着 他的脚下流出大量腐蚀液 将地上的井盖腐蚀掉 趁大壮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雅丽安立刻跳入了下水道 逃之夭夭 接着 他换上特制溜冰鞋 在马路上狂奔 大壮健壮骑着摩托车追上去 双方在川流不息的街道 展开一场追逐战 巴特这边乘坐直升机赶来支援 很快巴特找到雅丽安 并拿枪对他疯狂射击 但都被雅丽安轻松躲过去 最终雅丽安来到一场 马拉松比赛现场 混在人群中逃过追捕 巴特明白 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很快他想到一个计划 巴特找到特工玛丽 让他找机会接近雅丽安 趁机打入敌人内部 为了引出雅丽安 马力故意用他的名号进行偷盗 果然在偷盗一把古剑时 雅丽安出现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名声被破坏 于是便将马力从现场带走 一路上 马力都在疯狂地恭维雅丽安 表示想跟他组成雌雄双煞 偷遍世间所有珍宝 一开始雅丽安不同意 但是在马力不停地夸赞追捧下 还是选择妥协 之后两人便开始同吃同住 培养默契 在这期间 马力发现雅丽安 其实是个英俊潇洒的青年 在磨合差不多以后 雅丽安开始下一次偷盗计划 这次他们将前往巴西博物馆 偷取里面价值 1500亿的手工硬币 两人首先来到博物馆观察地形 当天晚上 马力在巴西盛大的晚会现场 偷偷跟巴特见面 并将雅丽安的下一步偷盗计划 告诉了他 没想到 他们两人如此隐秘地见面 还是被伪造成小丑的雅丽安看到 不过雅丽安并没有当场揭穿马力 而是背地里主动找到巴特 向他宣战 雅丽安想看看巴特到底有什么本领 能将他绳之以法 第二天行动前 雅丽安直接跟玛丽摊牌 他拿出一把枪放在玛丽面前 让玛丽杀死自己 在经过这几天的朝夕相处 雅丽安彻底爱上了玛丽 所以他这次他想赌一下 玛丽看着桌子上的枪 迟迟没有拿起来 很明显 他也爱上了雅丽安 一边是职责 一边是心爱之人 左右为难的玛丽 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他抠下摆机时 才发现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这只是雅丽安对玛丽的试探 就这样玛丽放弃了特工身份 一心一意地跟随雅丽安 进行他们的偷盗计划 由于玛丽知道巴特的安保计划 所以两人便伪装成圣诞老人 潜入博物馆 等时机成熟以后 雅丽安就将提前准备好的 一袋虫子放出来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大家纷纷抱头鼠窜 而玛丽两人则趁乱偷走硬币 然后借助人群逃出博物馆 很快巴特觉察出不对劲 开着直升飞机紧追上去 雅丽安为了甩开飞机 直接骑车进入隧道 巴特见状等直升机一落地 就立马和大壮骑着摩托追上去 就这样三辆摩托 以200马的速度在隧道里追逐 没过多久玛丽发现 直升机居然堵在隧道口 眼看情况不妙 雅丽安将油门拧到底 借助旁边的踏板一飞冲天 直接越过直升机 同时玛丽朝着直升机 扔出一颗手榴弹将其炸得粉碎 暂时逃出来的两人决定分头逃脱 雅丽安让玛丽骑上 事先准备好的另一辆摩托车 巴特见状也兵分两路 他去追雅丽安 大壮去追玛丽 很快巴特在悬崖边上追上雅丽安 眼看无路可跑 雅丽安直接骑着摩托车冲下悬崖 在半空中打开降落伞 本以为能就此成功逃脱追捕 没想到巴特也跟着一跃而下 半空中一把抱住雅丽安 等一落地 两人便撕打起来 就在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大壮压着玛丽过来 看到爱人被抓 雅丽安只好停手 就在巴特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玛丽突然掏枪 朝着雅丽安连开三枪 重弹的雅丽安坠落另一处悬崖 玛丽的这个举动让巴特始料未及 虽然没能亲手抓住雅丽安 但连中三枪又坠落悬崖的雅丽安 活命的概率几乎为零 这让巴特以为大功告成 随后就收了队 因为玛丽击毙大盗雅丽安有功 所以对其背叛组织的事情 巴特也就没有追究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 玛丽辞职 在海边开了一家餐厅 而店里的大厨居然是雅丽安 原来这一切都是雅丽安的计划 他跟玛丽演这么一出戏 就是为了能够完全摆脱警方的追捕 可惜好情不长 巴特还是找上了门 当得知雅丽安已经金盆洗手 不再干偷盗买卖 只想过安稳日子后 巴特也就没有再抓着不放 而作为回报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片名《幻影车神2》 是一部上映于2006年的犯罪动作电影 不过看印度电影 需要保持一种看歌舞剧的态度 再加上帅哥美女 刺激的枪战 随时准备起飞的摩托 各种不合常理的脱险 最后都会被逼到悬崖的套路 喜欢印度神剧的话 看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喜欢的请关注我 我是范叔 我们下期见